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种植物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种 红花的杜鹃 又叫硬山红 开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淡淡的香味 但是这个香味不是很浓 只是比较淡 很自然很纯朴 这颗杜鹃花开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杜鹃花呢 花瓣上面是眉毛的 四个花瓣 红色的四个花瓣里面有花蕾 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个叶子 叶子的摸起来呢 有点粗糙的感觉 有点粗糙的感觉 然后像这种是细嫩叶 嫩叶的话 上面有小小的绒毛 嫩叶 刚发出来的嫩叶 老叶子的话 上面的也有毛 只是这个毛不是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嫩叶的话 看得很清楚的 嫩叶的这个茎上面的话 这下面那个茎的话 也有小毛的 但是这个老一点的茎上面 这个毛的话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 也是有小毛的 这个花非常的漂亮 养在院子里面非常大气 做盆栽也非常大气 像这一颗吧 这一颗就是全是花苞 还没开放的了 这是我们的保护植物 必须要保护起来 我们必须要保护起来 有想要做盆栽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支一身 可以跟我说一下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给你们看看 然后如果说 想要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 记得跟我支一身 是不是你到了贵州 到了我们仁淮 这个怎么说呢 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相信我 相信齐齐 没错 然后到我家 什么都没有 酒有的喝 杜鹃花有的欣赏 这个视频 我们先到这里 有想要这种杜鹃花的朋友 跟我支一身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好看